我是聖工會青衣主因小學鄧志鵬校長 聖工會青衣主因小學創校在2002年 學校秉承基督教辦學的優良傳統 致力培育學生在德、志、體、群、美、靈、陸育的均衡發展 學校重視品德培育 積極推動學生建立正向品格 學校也重視學生的學術和潛能的發展 透過老師精心設計的校本課程和多元化的興趣活動 為學生創建一個健康、愉快而充滿成就感的校園 我相信每一個學生都有其獨特的潛能 我們需要為學生提供機會和適切的平台 讓他們的潛能可以得以發揮和提升 在語文教學上 學校重視建立學生對學習英語的興趣和信心 鼓勵學生多讀、多聽、多說、多寫 學校在Key Stage 1推行PLPL英語閱讀計劃 透過不同的故事書進行多元化的英語說話活動和寫作活動 而在Key Stage 2推行校本英語閱讀課程 運用有趣的英語讀文 訓練學生多角度思考分析 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 老師亦都會運用不同的電子學習工具 滲入校本課程和教學裡面 以加強課前語擇和課後的鞏固 除了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之外 更加有助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國際認證考試為學生提供了一個提升英語能力 和展現英語潛能的平台 透過認證考試 學生除了可以了解自己的英語水平之外 更可以讓學生接觸不同的評估內容和評估模式 擴闊他們的學習視野 當中的評級更加可以推動學生建立學習目標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信心和興趣 除此之外 學生獲取國際認證考試的證書 亦都有助他們在升中的時候報考心儀的中學 英語已經被視為現今的世界通用語言 是世界上母語人口數量第三多的語言 排在中文和西班牙文之後 因此在日常學習和工作中 都少不免需要運用到英語作為溝通的語言 擁有良好的英語能力 必定能有助認識世界 吸取新知識 和建立人與人之間良好的溝通連繫 我相信有志者時景成 在學習路上總會遇到困難 最重要的是 保持著不怕困難和積極思考的學習態度 將困難視為個人的挑戰 努力思考解決方法 最終必定能體會到自我提升 不斷進步和達致成功的企業 TOFO, best of the best !